要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 就彭医师说夏天要泡 要泡澡吗 夏天已经这么热了 到底怎么泡 其实不用泡那种 所谓半生育那种泡澡 就是泡脚就可以了 因为中医说头是要凉 脚是要暖的 你脚暖之后 你头的那个热气才散得出去 这样才不会大汗淋漓 所以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热水 就是把这个脚踝 可以泡到这个脚踝 淹过的位置 你可以再准备一个 高一点点的水桶也可以 大概淹过脚踝就好了 对 淹过脚踝 甚至脚踝上三尺三阴胶穴位 都可以如果你的泡脚筒 到小腿那会更好 是 所以也就是至少要淹过脚踝 但可以泡到像小腿这个位置 对 因为女生 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一样 三阴胶就是有肝筋 脾筋 肾筋 三条筋络经过 我们特别就是希望这个位置 可以有热水的循环跟刺激 然后我们有时候会加一些药材 像我这个药包 药包 药包里面有非常多的东西 你看 它有这个穿虫 艾叶 就是帮助血液循环的 还有红花 单身 牛膝等等 可以舒缓筋骨的 所以女生如果说会有筋痛的问题 她还可以加一亩草 所以我们这个药包 一般我们可以用水煮 那煮完之后 你会看这个开始药汁 有淡淡 黄黄的出来了 只要泡就可以了 对 然后这个药包 这样你还可以慢慢地 来 舒服吗 还不错 你会觉得比较快走 她很紧张 是 所以这样就会觉得比较舒缓 而且可以在夏天 就是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循环 这样子 所以你说刚好把它包在一个药包里头 对 那这个分量呢 分量的话就是刚刚我讲的 那六个药材各五颗 各五颗 包括川虫 对 红花单身 还有牛膝 拿红花来泡脚 我这个真的很奢侈 红花它吐血液循环的效果很好 对 还有这个川虫 红花单身 牛膝 一亩草 OK 对 好 那你刚刚说这个药包 直接泡的时候 顺着热水这样子往上滑 是不是 对 现在看到这个药汁 已经越来越深了 所以一般这个水的温度 我们会建议42到45可以再热一点 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冒烟 效果会更好 然后等泡到这个水凉就可以 然后重点就是这个高度 所以你说按摩是从下面往上 下面往上这样推 对 就有点逆着这个地形引力的感觉 然后女生如果想瘦小腿 你可以加强 瘦小腿 加强你的这个小兔兔剂也可以 OK 对 所以就是可以在泡澡的时候 顺便就是光滑你的肌肤 然后顺便可以按摩你这个脚部的 这个经络跟瘸位 在夏天其实泡完脚 你会睡得很好 而且神清气爽 好 所以夏天原来也是可以泡的 但是就泡脚就好了 所以这个好方法提供给大家 另外在饮食上 我们来请到雷师傅 夏天说是要吃一些酸的 所以你今天帮我们准备的料理是 我们今天准备的是南洋的海鲜凉拌 用凉拌海鲜的方式来做 所以做了这道南洋海鲜凉拌 所以其实非常棒 里面很多海鲜 像虾子 泡丁 然后干贝 这三种东西很棒 首先我会把它先放一点什么 先放这个红葱头的部分 红葱头我已经把它切细了 把它放到这个垂波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把蒜头 把它放进去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要放的是什么 是九层塔 那九层塔我们先放一点就OK了 先把它放几片下去之后 跟一点香菜 放进去之后我们就是中医师最常用 用锤的 对对对 像那个你知道吗 像在泰国 他们会边锤这个边跳恰恰的 真的啊 我没有来断 我没有办法 对对对对 没有办法 就是跳泰国恰恰的那种感觉 它这样锤的过程 那个香气就会释放出来 对对对对 我们就是这样子把它锤锤之后 正确的做法把它这样锤锤之后 让它整个这个香气出来 我们首先要倒所谓调味料 是倒白醋 所以倒调味料是有顺序的 有顺序 一定要先白醋 一定要先白醋 把白醋倒进去之后 让它整个这个里面的这种香味 完全散发出来 第二个我们要放的是细砂糖的部分 就是把它 就是醋砂糖 对把它放进去之后 到时候我们吃起来 比较不会有那种颗粒感 可是为什么一定要先醋 就是我们把这个里面 就是醋的部分 因为它醋酸 很容易把这个里面的一些辛香料 的味道把它激发出来 所以你把它醋放进去之后 其实我们在锤打这个里面的香料 其实它味道会更实质 就让它味道更上一层 对 那接下来我们要放的是这一个 辣椒碎的部分 辣椒把它放进去 一样放进去之后 我把辣椒只去掉 不然的话可能就有一点 会太辣 变成川菜了 好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去 一样去把它锤一下 好 那接下来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种 南洋或泰式的凉拌 会加一种调味料 叫鱼露 鱼露 对 但鱼露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接受的 因为其实鱼露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我有去看过 是鱼吗 我有去看过鱼露的加工厂 是 其实我看完之后 坦白讲我不太感激了 到底是什么 鱼的湿水 水喔 对 它就放在那边自然发酵 然后一直滴出来那种东西 对啊 那它为什么加在料理之后 没有那些大家担心的腥臭味或什么 反而变美味了 这其实跟臭豆腐的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一定说 你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臭 但是吃起来反而非常香 但我加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你加什么 燕麦酱油 所以不一定要用鱼露就对了 对 我用的是燕麦酱油 我们把所有的调味料放进去之后 那接下来我要开始 把所有的一些调味料放进去 我接下来会放的是这一个 檸檬 檸檬汁 好 我也想问了 为什么这个夏天要吃酸 尤其你看东南亚都吃酸的 对 其实我们从一个营养的角度来讲 我们都会鼓励食疗最简单的就是 透过视觉跟嗅觉味觉 视觉其实我们都讲过 红黄绿白黑 这些食物其实各种食物多摄取 你的植化素营养素就会摄取到 另外一个就是味觉 酸甜苦辣 甜跟辣通常大家比较可以接受 酸跟苦未必每一个人都能接受 但是其实酸甜苦辣的每一种味道 它在我们实际上吃进去的营养素也会不同 所以如果你不想系这么多营养素 酸甜苦辣各吃一点其实是好的 另外我们从酸的食物来讲的话 其实蛮多酸的食物是含有一些 比如说柠檬 还有柠檬酸 苹果 还有苹果酸 它们是可以帮助我们消化 所以很多人会经过到这种感觉 我好像吃完酸的东西 我比较开胃 我比较愿意可以吃更多的东西 帮助你更多好的食材的吸收 OK 以中医来看呢 其实中医觉得不同的味道有不同的功用 酸它是属于收敛 收敛的意思就是说 收敛心气 让你不会这样大汗淋漓 再来就是酸它是入所谓肝精的 肝煮酸 那心煮苦 我们知道肝木可以生心火 因为木生火 所以你肝气旺盛之后 也可以增加你心火的这个来源 所以酸性的食物 像刚刚雷师傅用的这个醋 醋它是什么 它其实里面有很多活性的酵素 是 它可以让这种辛香料里面的一些活性成分 都可以挥发 像这个百香果 或者是一些优格 其实都是可以做的选择 OK 好像雷师傅把菜摆上来 对 这是把蜗具 蜗具把它摆上来 都把它摆过规则了 没有关系 接下来我们就完成了 炎炎夏日推荐这道蓝洋凉拌海鲜给你 富含蛋白质的鲜莓海鲜 与丰富纤维素的蜗具 配上以辛香料与柠檬汁 调配而成的酸辣酱汁 清爽又开胃 快来试试吧 好 大家可以试试看夏天气点 这个酸的 比较开胃而且也养心 那如果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不管说是颈动脉等等有点担心的话 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其实可以到我们门诊来 做颈动脉超音波 我们甚至因为我们耳后有一个 我们叫window 一个窗子 可以利用超音波看到我们颅底的一些血管 它的安全性 所以只要做颈动脉超音波就可以看到了 对 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不放心的话 这个所谓的脑子的一些保养跟检查 好 健康检查是一定需要的 再来就是我们日常的保养 不管今天彭医师告诉大家 夏天居然是要泡脚的 泡到脚踝或者小腿 甚至这样的按摩还可以瘦小腿等等 以及饮食上 大家平常在生活当中落实 让全家人可以更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在乎你 在乎的人 在乎的事 全新HRV 您现在收看的是TVDN 其实你只要按照份量吃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吃得又饱又瘦 因为我们减肥会失败 因为常常就是因为你吃错了 结果饥饿感马上就来了 对 我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散下来 这一年多来 我都没胖 越来越散 快来加入健康2.0 YouTube频道会员 超值活力班 尊容养生班 都能观看线上专属课程 还有好礼送给你喔